今天我们分享一篇文章 题目叫《河南现行记》 发布于7月20日 文章梳理了发生在这个中原大省 从去年到今年 从暴雨到暴雷的各种事件 我们来看 在网络热议了十来天后 广南网友终于等来了郑州 对遇刺红马事件的官方通报 网友反应如此强烈的原因 在于河南当局随意给储户富红马 相当于随意给人带上电子镣铐 性质是非常恶劣的 属于烂权 但郑州发布却在通报中说 冯宪斌张灵灵等五人法律议事 规矩议事弹漠 给予冯宪撤职处分 其他四人警告或继过处分 这根本不是法律议事弹漠的问题 明明是赤裸裸的滥用职权 应该追究的是刑事责任 而不只是行政处分 这么严重的烂权问题 一点代价都没有 不是鼓励其他地区竞相模仿吗 当然河南这个中原之地 这两年来的操弹事 还真是多的说不完 一 村镇银行爆雷 众所周知 河南随意给储户富红马 是因为河南五家村镇银行爆雷 导致四十多万储户无法去限 取不出钱的储户当然会着急 一着急就得去河南银保监会讨说法 从这几天的新闻报道和财经分析 我们可以得知 涉及四十万储户的四百多亿资金 已经被河南新财富集团转移到了境外 追回的可能微乎其微 一边是四十万心急如焚的储户 一边是被新财富集团掏空 又取不出钱的村镇银行 此时河南最应该做的是抓捕涉案人员 追回储户存款 能追多少追多少 要积极回应储户的诉求 但河南做了什么呢 只是立案了 储户的赔付问题 一直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法 忧心忡忡的储户 也不可能无限期的等下去 然后拿不出有效解决方案的河南 就想出了给储户付红马 阻止他们到郑州维权的办法 但谁都知道健康马是防疫专用 不能用于其他用途 特别是对于很多省外储户 他们有些人账户上只有两毛钱 根本就没打算维权 却也给人家付了红马 现在的健康马多厉害啊 一旦红了 你就寸步难行 别说上班了 一出门分分钟就被拉取隔离了 但人家储户根本就没携带病毒好吗 这显然是滥用职权罪 是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严重侵犯 这个口子是坚决不能开的 只要口子撕开了 人人都会成为电子料炮侠的囚徒 但是很遗憾 舆论河南自查的结果只是八九三杯 不知不觉间 电子料炮早已悬在每个人的头顶上 二 人才楼兰 就在玉子红马被热议的同时 郑州引进人才买到烂尾楼的话题 也被刷上热搜 事件这样的 郑州是2020年9月份启动了黄河人才计划 对于来正工作的全日子博士研究生 35岁以下的硕士研究生 本科毕业生和技工院校预备技师 每人每月以1500元 1000元500元的标准发放生活补贴 最长发放36个月 在住房保障方面 对符合条件的博士 硕士 双一楼高校毕业生 分别给予10万元 5万元 2万元首次购房补贴 而这些引进人才买到的永威京桥西堂 是2020年8月开盘的 但从去年12月到现在已经停工7个月了 高学历业主们一直等不到交楼才闹起来的 这个事情最操旦的地方 不仅在于楼盘烂尾了 更在于即使你永远收不到房 买房时的按揭贷款 你还是一分都不能少的 得按月还给银行 也就是说房子拿不到 还得每月还贷 和谁都忍不了 更何况那些天之交怎么了 而人才楼的卖房款呢 没有用于楼盘完工 而是被挪去拍地了 2021年6月永威京桥公司 又以34.68亿 拍下了郑州北龙湖的两宗地块 永威京桥西堂引进人才们买的楼盘的工程款 到不了位 楼盘就无法开工 开不了工就交不了楼 交不了楼 这些引进人才就得一边还带一边闹 不只是人才楼 今年以来河南多地爆出烂尾楼盘 为了尽快交付 不少苦逼的业主只能自己去收尾 修之的修之 铺砖的铺砖 栽树的栽树 本来以为付了钱 只等着收房就行了 没想到楼盘烂尾了 更没想到的是烂尾了还没人管 叫天天不灵 叫弟弟不应 只能自己处理自己搞 太汤操蛋了 三 小麦 大蒜敌首富 就在郑州人才房烂尾之际 河南的商修和开封金线卖楼起招 为了鼓励居民买房 商修某楼盘推出了两元美金 小麦换房的起招 开封更生猛 推出了五元美金 大蒜换房 直接进入一屋一屋的玩法 让人不禁疑问 河南这些城市的房子到底有多难卖 已经到了如此激不择实的地步了吗 当然 人才楼揽威胁的教训就在眼前 不知道开封和商丘的居民们 平时看不看新闻 能不能避开这些坑 我觉得不管是小麦还是大蒜 农民们种植这些作物 都是要卖钱的 而卖来的钱 不仅要生活 还有一部分要投资到来年的种植上 怎么可能轻易拿去换了房子呢 不仅是小麦大蒜可换房 前天广西玉林也推出了新的买房政策 拉农民进城 买房送工作的起招 真是让人震惊 他们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 大部分农民生活在农村 土地在农村 农具在农村 亲朋好友也在农村 他们要买得起房子 早就买了 不会等到现在 现在还没买的 要不是买不起 要不就是不想买 但凡有点良心 都不会惦记他们的血汗钱 那是他们的棺材粉吗 4.河南农民收割难 记得去年6月份 新华社曾报道过 河北邢台的基层干部 不允许农民使用收割机 说什么收割机阳城会污染环境 逼得农民不得不一边收割一边 给农田喷水降沉 当时新华社还批评了 邢台基层干部 是不解民生疾苦的官僚主义作风 到了今年这样的事情 又再次发生在驻马店 今年5月份 眼看着到了卖鼠的季节 农民叫了大型收割机 准备净田收割 却被当地城管拦住了 说收割机收卖污染环境 用镰刀收割更加环保 但近百亩的麦田 镰刀收割根本不现实 真是要逼死农民的节奏 要不是记者报道后才得以改善 不知道又有多少粮食要烂在地里 第五 核酸采样屋 随着疫情的常态化 15分钟核酸采样圈 很快成为各地政府的新目标 河南就是最积极的一个 只是核酸采样屋一出来就备受争议 市民反映采样不方便 护士也反映说设计不合理 采样不方便 更重要的是 就这么个既不方便市民 也不方便护士采样的采样屋 每个的采购价却高达4.68万 更离奇的是 中标公司注册不到一个月 政府既然要大量采购 就该采购那些设计更精良 价格更实惠的产品才对 却偏偏采购了刚注册的新公司里 有明显设计缺陷的产品 这简直就是为政府采购而生的 想让人不以心腐败都难 面对广大市民和网友的质疑 河南没有给出整改意见 也没有回应公众的质疑 而是当作什么都没发生 还开启了遇刺鸿马的新旅程 6.7.20暴雨事件 众所周知 2021年7月20日 在河南气象局和郑州气象局 前后10道红色暴雨预警后 郑州市依然没有停工停雪 才导致地铁5号线开进水里 13人在沙口路地铁站遇难 京广隧道被淹没 多人遇难 几百辆只泡在洪水里 就在地铁开进水里后 有人在地铁里发出求救信号的时候 官方却站出来辟谣说是假消息 就在有人已经遇难的时候 官方却说被困地铁内的 五百多人已全部救出 直到不断有家属发出 寻人启示的时候 郑州才承认5号线有12人遇难 却迟迟不肯公布死者名单 要不是上海那位女士 不遗余力地跟地铁公司交涉 跟郑州民警交涉 在网上呼救 地铁5号线的遇难者 可能永远是官方公布的12人 要不是于一爸爸守在沙口路地铁站 我们根本不知道 有个叫妞妞的女生 也在淡晚遇难了 要不是有文件为证 我们根本不知道 全郑州都在救灾的时候 还有人在一心一意修花坛 要不是隧道豆腐渣 挡水墙根本不会破 地铁也不可能进洪水 更不会有那么多人遇难 如此灾难性的指挥事故 百姓付出了如此惨痛的代价 最后的责任却归咎一天灾 只处理了几个基层干部 根本起不到吸取教训的作用 所以你看 河南村镇银行爆雷了 捂着拖着不处理 大量楼盘烂尾了 捂着拖着不处理 滥用职权随意给储户付红马 拖了十来天总算处理了 不过也是罚酒三杯 却一锤定音 根本不给你质疑的机会 河南 一个让新财富集团翻江倒海的地方 一个让引进人才买到烂尾楼的地方 一个千方百计鼓励农民为国接盘的地方 一个街道时到红色狱景 都不停工停学的地方 一个不允许农民使用收割机的地方 一个让储户血本无归还随意给他们红马的地方 一个治理能力早已铺街 却容不下半点批评和质疑的地方 让人看不到一点希望 不知道以后还有多少人才愿意去就业 又有多少企业愿意去投资 反正我一定会提醒我的朋友们千万慎重 河南不是一个值得安身立命的地方 关于这个我们就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请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再见